特朗普与拜登,党内初选均是一马当先,两人已提前锁定决赛资格,谁当选,对中国伤害更大一些,特朗普提前料狠话,若他当选,将对中国征收60%关税,中美是否要打一场更大规模的贸易战?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过去这一个月,全世界都沉浸在特朗普初选两连胜的震撼中,以至于很多人都忘了,这只是共和党内的初选两连胜,并不等于整个美国都在欢迎特朗普的王者归来,而据凤凰网2月4日报道。 当地时间2月3日,美国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民主党初选中,以96%的优势大获全胜,轻松击败两名对手,赢下首场党内初选。 那么这场胜利,到底证明了哪些东西? 报道介绍称,在此之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基于拜登的要求,对2024年民主党初选日程进行了调整,南卡罗莱纳州成为第一个初选州。 按照传统,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应该在埃奥瓦州或者新韩布什尔州举行,但在去年,在拜登的亲自建议下。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故意将初选地点改到了南卡罗莱纳这个传统红州。 而通过这种改动,拜登所希望传递出的是两个信号。 其一,南卡罗莱纳州的民主党选民中有大量非议群体,拜登就是要告诉全美国, 对面的特朗普是要壮大自己的基本盘,也就是民粹群体对自己的支持, 那么拜登这边也将优先考虑非议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选民的声音, 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基本盘上下功夫,来一个针尖对脉忙。 其二,拜登四年前在埃奥瓦州和新韩布什尔州出现了罕见的两连败。 到南卡才重振势头,现在学乖了的拜登显然非常清楚首场胜利在气势上对自己的意义。 报道提到,最近几个月来,民主党人一直担心, 由于拜登垂垂老矣,以及美国的经济形势不佳, 会继续压低拜登和民主党的支持率,为特朗普的东山再起创造机会。 民主党人曾猜测甚至盼望,党内出现新的候选人替代拜登,迎战特朗普, 而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结果,打消了外界对于拜登是否能获得民主党候选人身份的疑虑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民主党内对于新候选人的幻想。 事实上,虽然之前一直对拜登存在各种不满, 但如今真到紧要关头,越来越多的民主党选民也开始回归对拜登的支持。 相关数据表明,有74%的民主党初选选民表示,他们将会支持拜登, 相比去年12月的68%虽然增幅不大,但足够令拜登锁定初选的绝对胜算。 而在美国社会最关心的经济问题上, 拜登在全体美国人中的支持率也从36%上升到39%。 3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美国经济现状极佳或良好, 这比去年12月的27%上升了6个百分点, 仅有32%的人认为经济处于衰退期。 低于去年12月份的36%,这一切都足以表明, 拜登在经济上做出的各种努力虽然缓慢, 但也确实是在坚定地展现初步成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成效将会愈发显著地展现出来, 促使美国人以更加清醒的态度认同拜登的努力。 而在对外事务上,曾有舆论认为, 拜登坚定力挺以色列的举动会得罪年轻选民和有色人种, 但事实证明,拜登在美国黑人和18-29岁美国人中分别拥有63%和49%的支持率, 均高于加沙战争前2023年9月的53%和42%。 其实说白了,在平时各个都义愤填膺, 都愿在地缘政治上化身正义使者, 但真到涉及切身利益的关键时刻, 大部分美国人都会更在意自己的切身利益, 特别是如今的民主党故意让选民只能选择拜登, 对面的共和党还有更糟糕的特朗普除了拜登, 大家其实也都没有更好的选择, 总而言之,96%的恐怖党内初选支持率足以证明, 拜登在民主党内的优势远远超过特朗普, 两人一起进入大选决战阶段, 复衍四年前的巅峰对决,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特朗普扬言,若上台,将对中国征收60%关税, 但很显然,我们更加关心的, 还是两人对中国的态度各自都是如何, 而在这点上,拜登显然是有更大优势的, 毕竟就在去年11月, 在拜登的努力下,中美达成全面和解共识, 这个成就本身就足够瞩目, 如果拜登能够实现连任, 对于中国来说,有两个好消息和两个坏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是, 美国的对华政策延续性会得到加强, 这有利于双方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 从而保持两国关系不继续恶化。 不需要经历换届后的磨合期。 第二个好消息是, 由于进入第二个任期, 拜登政府可能会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一些较为灵活的操作, 在没有竞选压力的情况下, 做一些有益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事情。 相比之下, 特朗普倒也算异常坦率地延续着自己对中国的憎恶, 而今为争取更多选民, 其反华情绪欲有变本加厉之嫌。 特朗普在上周周末于电视采访中表示, 他如果最终赢得大选, 必然会再次对中国征收关税, 而且征收幅度很可能超过60%。 相比之下, 特朗普曾经对中国2500亿美元商品征收的关税, 其税率最高也仅有25%, 由此可见, 若特朗普当选, 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灾难性的后果, 也难怪就连高盛集团也在最近表示, 中国投资者最担忧特朗普当选总统。 但有必要提醒各位, 以上这些分析都是站在中国的角度, 但中国显然并不是美国大选的参投票方, 拜登与特朗普对华政策到底好不好, 必须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理解, 但这样一来, 事情就显得有些危险了。 如果特朗普能够二度上台, 他会带来的影响相对来说更加不可知, 不可控, 首先可以确定, 特朗普上台后, 中美关系将会迎来一段磨合期, 其次, 在党派斗争的角力之下, 特朗普只会采取极端的反华政策, 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可能会更上一个层次, 最后, 特朗普过于聚焦短期利益的外交思想, 会导致美国与盟友关系疏离, 这会让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善, 特朗普如此激进的对华贸易战措施, 当然是为讨好美国各界反华势力而来。 也就是说, 如果在今年内, 中美之间在发生什么冲突, 而拜登政府又表现过于懦弱, 再次情绪上头的美国民众, 确实会更乐意把票投给特朗普。 至于拜登这边, 同中国友好对拜登最大的意义在于, 从外部环境巩固美国经济的持续转好, 但到了2024年下半年, 这种经济影响已经基本确定, 届时的拜登, 其实是有充足的余裕在搞反华行径, 从而争取美国社会的反华势力, 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胜算的。 此外, 拜登政府在第一任期内通过种种手段, 成功将一种盟友更加牢固地捆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 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外部环境, 总的来说, 拜登的连任意味着一个符合常识逻辑, 但同时残酷血腥的新冷战时代的到来。 而在胜选之后, 拜登其实也没有理由继续履行自己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承诺, 届时已经没有连任顾虑的拜登, 大可转而支持反华, 以此为民主党在反华阵营中的未来铺路, 除此之外, 完成对华长期竞争体系的架构, 持续深化与盟友通过反华建立的友谊, 完成美国全球力量对东亚地区的转移集中。 更是拜登第二个任期在外交事务上的三大核心重点。 相比之下, 特朗普那简单粗暴的对华60%加征关税, 因其愚蠢更容易被我们战胜, 欢迎特朗普上台, 或许反而才是我们更好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 对特朗普可能有意征收60%的关税这件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已有过表态, 中方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 显然中方的言外之意就是呼吁美方能做点对两国都有好处的双赢合作。 但即便如此, 特朗普仍然是一意孤行了, 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应该明白, 中美关系稳健, 对世界各国都有好处, 美方应该多做点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如取消那3000亿的巨额关税等, 而不是变本加厉, 这样只会让美方自食其果, 总而言之, 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说, 美国大选是美国内政, 我们不会进行横加干涉, 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 我们都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就行。 毕竟, 无论谁最后成功, 美国社会的反华气氛都不会消失。 对此, 我们早有心理准备, 而中国也已经是世界级的大国, 中美关系的主动权, 早已不是美国一家把持, 我们也根本无需如很多小国那样, 把自己的未来, 如赌博般寄托在到底谁能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上。 中国自己的未来, 根本轮不到美国总统来指手画脚。 这里是胜历史, 订阅我, 融入历史的大舞台, 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